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寻找BNO早家移民的故事》节目系列 今节有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这些移英港人究竟知不知道自己未来大祸临头 其实我觉得他们盲目地避了某些事 不去看 不去理 不去问 不去说 那也正常的 我反而觉得你不避的话就很没面子 正所谓 可能叫做一日和尚敲一日中 何解呢 其实在我们的圈里也知道的事实 就是叫做难寻工 这些东西就不说好过说了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老实 如果你们难寻工 你们又说到很多工作等着香港人来做 又说因为脱勾的关系 需要一些男领来做才行 其实现在我们真的看到出现在他们的圈里面 所谓的叫做找不到工的人 大部分都是想找这些做仓 或者做一些体力劳动的男领工作的人 比较多 即是代表什么呢 他们找不到工作就证明这些公众的职位少了很多 少了这么犯法 哪有这么多低阶公众给你做才行的 始终有一句说话 争多捉少 分不到给这么多人的 为什么他们一开始 BNO 签证这件事 在两年多之前有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又叫做这么容易找 现在又不行 证明经济环境和工种结构 就出现了变化 弱智仔 是不是 不要说还看得很开心 如果你们仍然要选择 像国王的新衣 明明现在他们已经没有衣服 没有库着了 你们就说 哇 这套衣服很帅 这套衣服 那不就抵你了 是不是 现在我们看到这件事挺好笑的 英国内政部也说的 是英国内政部 如果他们这样打开口牌了 你们仍然要扑过去英国 说要做男领 甚至乎觉得你5加1 即是第6年的时候 别人会一定让你永居这些 你们都是精神性理法 现在 话说我们看到他们在去年12月 已经宣布要收紧这些移民政策 甚至乎说目标每年要减少30万个移民以上 突然间神推鬼拥的时候 就在4月4日 突然间很快手 他们内政部就说要收紧工作签证的要求 哦 这样吗 真是要快手去 收紧的话 收紧过后就没有航空了 可能你会觉得他们是 移英港人BNO签证的嘛 他们其实都是英国人 只不过是缺乎overseeing的原因 现在就被他们承认贵宗 你们自骗自己嘛 别人是缺乎overseeing的 你不是英国人 说话 如果是英国人的话 应该是一早就给了同等身份 同等的福利你啦 为什么呢 重要的是你们先留在这里五年 然后等一年才批证你们的定居 记住不一定是包生孩子的 你们要记住 如果当正你们是自己人的 overseeing的帮助你拿图举 overseeing的帮助就立即变成BC 那就算了 为什么要搞这么多 就是知道你们这帮人有些渣宰 要隔了才行的 例如举个例子 坏点说句 好像椰子哥那些 带着钱来的 又说要买屋 又说要装修 又说又这样又那样 又说买个钢琴都几十万 这些这样的 这些当然无任欢迎啦 是吧 是啦 你没钱的其实就真的不要去 好老实说 你去就想着 随便打一份牛工 人家英国有收多少移民 有多少印度移民 都是在排队的 是不是呢 人家喜欢收印度移民 也不喜欢收中国人 这个态度是 是不是呢 人家的PM 手上都印度裔的 人家优先都找印度人 话说收紧的要求是什么呢 例如 技术工作签证最低门栏 由以往一年的收入 26200英镑 一口气加了48% 又到现在变了38700英镑 如是者 即使你要我们来到工作 人工有回到差不多 不能够做一些最低工资 赔薄薄薄薄薄的 或者是较美的工作 不行 不行 因为看到内政部也说 希望新措施 有助吸纳一些高技术的工作人士 要证明说 我们什么呢 我们现在大英帝国 不想要很多全部贵工资 全部个国家 都现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 就是希望留著人才 至于那些没有技术的人 拜 credit 还到原居和地 很多国家的态度已经变成这样都 基本上是 没有技能 mehr 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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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没必要留你的 因为留你在这里 一来就怕你找不到工作 就算你找到工作的话 就跟着给你身份 到将来可能第一个要失业的人 可能又是你 如果失业的话 人家的福利系统就要多一重负担 对不对? 反而有技术的人 就算做一做一做没了份工也好 要找我们的份工是较容易很多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得到 英国政府当然这些移民政策的主导权在他们手上 他们如何设定年期收入 或者有什么要求等等 那个操控权在他们手上 他们有什么自由空气 他们也有自由 如何设定他们的龙门 究竟是有多大多小 还有推左推右 那你想一想 其实很简单 一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过来找南岭 或者找什么仓 或者是搬货 收拾东西 那么容易找呢? 可能真的 一开始BNO签证 这件事 摆出来的时候 是真的需要一些这样的劳动人口 来充填一些工作职位 那好了 当他们充填到有多这些剩余的人出来的时候 那你们就没工作了 这个很简单 也都代表他们真的 可能真的 需要的这种劳动力 真的已经被你们充填了够了 那他们现在就 唯有要将这些人 就觉得 变得太多这些移民 这些低技术的那些 来得太多了 那便要赶你们走 那要转来到的话 就是要 现在好像内政部这样说了 就说希望 就要聚焦 吸引这些 从事高技术的工作 这一类型的外来人口 来到要才可以 提升得到 英国的经济发展 即使这些低技术的那些 就已经够了 是吧 现在要走回那些高技术的东西 其实也很正常 别人改变他们的政策 不过 你那些没有技术的BA NOGA 如果可以的话 现在就快点回去进修一下 拌回门技术 最好考考牌 这样 你那个成功入籍的机会 才是更加之高的 记住 你说什么 我有铲车的牌 铲车不算高技术 算了 你看看别人有整个列表 有整个表 有什么短缺工种 你找一下看看 然后哪个对的 你就去那方面 专攻那些课程来读 最好有一个牌 有一个批评 那些工作才是最稳定的 所以刚才 阿棠说的那个 列表是怎样的呢 就是有一个叫移民 新资清单 取代了一个叫做劳工短缺 职业清单 即使这些 南岭的 不好意思 就已经爆了 直接出现了一群 好像移英港人的 叫救命 就说找不到工作 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没工作的时候 又是惨的 台阳这些风凉说话 叫他们去考牌 考什么牌 没有钱 是不是 餐饮餐吃餐餐清 两袖清风 拿什么钱去考牌 没有的了 走啦 回香港 不然怎么办 我会在英国看死吗 真是吃风 还好笑 我们看到内政部这样说 我真是笑了 他说我避免 这些脂肪 濫用 爱迹廉价努力 真是 人家照顾你而已 你免得被那些 无粮老板 狠狠使你洗尽你 其实是在照顾你们而已 那又回来说 就是出现了大量 这些移英港人廉价的努力 即是说 老板 给个机会来 我一定会很快 香港人做事 出名勤力 快 快 漂亮 大健甲抵食 烂造 烂造 com low com exe 什么叫做 com exe 即是言语上那样 我什么 你咬我 没所谓 有些f 很怕的 com f com exe 有 出现了这些 所以就习惯了这些脂肪 去滥用这些廉价努力 是吗 不可以的 保重你们而已 是 乱来 搞乱了市场 是吗 还有出现了什么 非安娜这些 是吗 香港人廉价劳动力的买版 是呀 给他们赚钱 不行 所以 现在直接说 太多这些廉价劳动力 做烂了市场 不知道我一说到这一点 我立刻想起是香港的BNO有 是吗 怎样呢 所以他们搞到整个市场 大量廉价劳动力在涌现 每个人在做 我做事 我都很想做事 或是怎样 做这些廉价劳动力 还要做到嘻嘻嘻 做到嘻嘻嘻 很开心 轻轻 现在内政部又不是这么看 即是觉得 你这些 low tech low tech 那些 就会影响了英国的经济发展 也都说 希望这样 维护英国的公民权益 因为 你们做得太难了 难到什么 就变成英国本身的公民 没有一些南领都做不到 被你们罢了 所以 唯有就要减低整体移民人数 不过 对于医护人员方面 就不受这个限制 不过 另一方面 医护人员方面 在上个月 已经不能再带到家属 移居英国 即是 你自己来好了 但你家人 就不要整斗 过来 呱呱吵 就算你们来到英国也好 又会怕你们的小孩 又说要读书 又说要医疗 又说要医疗 所以不要带家人来 甚至乎 未来已经说了 4月11日开始 还会逐步提高 申请家庭签证的 最低收入门槛 即使 那样又说钱 那样又说钱 没有钱就不要来 是呀 走啦 其实那集是在下落 代表着 不单止你没有钱就不要来 你来到找不到钱也不要来 就算你说 不是呀 我找到最低工资也不行 不行 一定你最低的就不可以了 即是我们希望 不只是来到包沙栗菜 什么腸仔 或者清洁 像洪浴厂那些 是的 切牛胃那些 那些 不要了 不只是要这些 你说这些要人 你们自己说 遗奴自己说 如果有这些问题存在 觉得带不了家人 因为这样而申请不了他们过来 其实可以有个办法就是 向自己的雇主 他们的老板 要求他们加工资 再不是自己找一份 高薪一点的工作 这个也是出路来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即是 未来 你们究竟5加1 那一年 申请定居的时候 英国 会不会有些什么 过往来说 查查 哇 你们这么多年 在英国 在英国也认识 甚至乎 又没有工作 即是自己来到退休的 那些长者 那些 看见你用了那些医疗福利 用了多少多少 又这样那样 那样 你们这班 吃湿米 到时比不比你们好 好 参考加拿大那一招 你们的定居申请 就拖你来些 但是 然后呢 又跟着你们的BNO签证呢 又到期了 就拖走你 过了一年之后 即是第六年 即是踏入第七年的时候 那你们没有身份留下了 要走的了 到时候 要是你转做旅游签证 旅游签证留多三个月 甚至半年都可以 到时候是不能做事的 拿着旅游签证 要知道不要客气英国 这些是最坏的 他连一个政策都不改 就在行政上製造多些麻烦 成立一个专责部门 自己是一个人 和他负责实所 有这么多应用 那都玩借你了 现在加拿大就是这样 这是非常好的参考 所以我们说 今天加拿大救生艇 明日BNO签证 是有道理的 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经常见到一些人 在我们留意 你们两个人在废话 就去看看 那你就去帮加拿大救生艇的人 我废话还是他们废话 你至于比较一下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说我们废话 究竟是否用废话 如果你这么有空 说我们废话的时候 不如你帮忙 在加拿大移民部 帮你多写几封邮 问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做 对不对 不要问我 你问废地 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